飞机涡轮发动机是一种使用燃气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飞机推进系统 涡轮发动机由压缩机、燃烧室和涡轮组成 空气被吸入压缩机中,经过压缩后再与燃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在燃烧室中点燃 产生的高压高温气体通过涡轮膨胀,驱动压缩机并产生推力 在飞机上使用了几种涡轮发动机类型 包括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涡桨发动机和涡轴发动机 每种发动机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根据飞机的设计和任务需求而用于不同的应用 涡轮发动机具有高效率和高功率重量比,使其非常适合用于飞机 它们也非常可靠,与其他类型的发动机相比需要相对较少的维护 但是,涡轮发动机的制造和维护成本可能很高 并且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噪音和排放物 因此,正在进行持续的研究和开发 只在提高飞机涡轮发动机的效率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关注我,你也能飞 会飞的人很帅